好 這是今天的聯合報 請大家看 這是今天的聯合報 說世界衛生組織 把台灣列為中國的一省 總統府跟行政委員都在魅惑 可是他配了一個特稿 叫說法不一 馬政府自亂政教 怎麼可能會說法不一 不過真的說法不一 三立亞做了一支帶子 我們等一下給大家看 外交部長說這件事情最近才知道 行政委員長說 2005我們就知道了 外交部的政務次長說 我們要謝謝馬政府 新聞局長說不 下個禮拜要嚴正抗議 這到底是什麼政府 來 我們來看VC 世界衛生組織密函 把台灣列為中國一省 罵政府官員到底知不知情 2005年就知道 他用中國台灣省來稱我們 世界衛生組織內部的文件 我們最近知道 訊息掌握亂糟糟糟 說法好多套 不但等到民進黨立委爆料後 才開始危機處理 回到第一時間 外交部和衛生署可事先撇清 台灣主權絕對沒被矮化 你每個都抗議嗎 門都摸不到啊 你謝謝今天的政府 既然門摸到可以進去 我是用部長的名義參與的 這個完全站在一個國家的立場 直到下午1點半話題越演越烈 新聞局我速找來蕭美玲 沈旅巡再開記者位 態度轉變180度 下禮拜就去就是要表達 這個我們嚴正的抗議 台灣主權招海化炮火本該一致對位 但橫向溝通出問題 馬政府賜亂正腳 沒有通調 我覺得您說的要有改進 這一項我會接受您的指教 徐心的要求改進 好這是葉金川前署長在聯合報說的 說民進黨就用中國台灣 請教一下 這個羅老師對嗎 錯了2007年 當時的貶政府就是用台灣 正式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成為正式會員 這一點就完全跟國民黨說話不一樣 剛才審次長在那邊講說 難道我們每個要抗議嗎 沒錯 每個都要抗議 因為外交官的工作 他做一個職業外交官他很清楚 任何一個在國際舞台裡面 對台灣有主權矮化的 以前的外交部的基本動作抗議 因為要讓別人知道 你的主權是不能有日式日豪打折的 他現在反而還覺得 抗議好像不太對的樣子 他的職業最基本的工作就不見了 不過另外一個國民黨 現在讓人家擔心 就是打烏賊戰 他把2005年的這個所謂的 世界衛生組織 跟中國政府簽的那個秘密備忘錄 把國民黨跟國王黨 簽的秘密備忘錄搞在一起了 2005年是 因為2003年發生SARS 所以全世界對台灣很同情 認為台灣應該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衛生大會的活動 中國抵擋不了壓力 所以想辦法安排說 讓台灣可以參加 所以當時 世界衛生組織 就跟中國政府 簽了一個所謂秘密備忘錄 然後安排台灣看什麼 適當的方式來參加 可是那個備忘錄 我們也是抗議的 理由很簡單 不管它內容是什麼 第一個 台灣參與是我們的權利 怎麼是中國跟那個 世界衛生組織 來談這個備忘錄 更重要 美國也幫我們抗議了 這也是很重要的 可是現在這個 所謂國共在2008年 有所謂的這種秘密的協議 到底什麼內容 沒有人知道 甚至美國現在 維基解密也說了 美國政府說 是你們兩個自己彈出來了 這是完全不同的本質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是 我想像剛才觀眾朋友 有一些五次 我特別要再強調一下 我等一下再三次講一下 剛才羅教授講以後 再補充 國民黨就是打烏結戰 因為 但是他現在 因為媒體的 大概統賣媒體的解釋前 都在他們那裡 他就跟民眾拖下水 2005年就是因為 SARS之後 聯合國衛生組織 一直覺得說 台灣一定要 結果跟中國簽 民進黨就是提出抗議 跟民進黨如果沒有抗議 帶進去 而且2007年 民進黨政府當 正式提出的 在執政這八年裡面 是沒有派觀察員的 民進黨正式提出的 是用這個會員 正式會員 會員是每一天都可以開火 民進要開火 現在馬英雄 李公公雄 你進去 是觀察員 只能類似說五分鐘 還要付五百萬美金 而且還是秘書長 能邀請你 你才能去 不邀請你 你也可能不能去 這也實在 不用怕他 是 真的 炭水幣用中國台灣送 是 台灣人會幫他刷 是啊 所以我說這個政府 2005年大家知道 炭水幣用中國台灣送 你想大家會幫他刷嗎 是 我要跟觀眾朋友 再提醒一下 大家會記得嗎 空半年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打一個 說要陸聯公投 國民黨幫你模糊焦點 說他也反聯公投 結果三年了 是 有沒有提過一次要反聯公投的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的伎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要突破這個謊言 不要說台灣人會幫他刷 國民黨會幫炭水幣刷 對不對 國民黨最初就選擇 民進黨成年台灣還是中國 這是他最好的一個選團 他不可以選團 對 所以說這個說不算 觀眾也不需要 說讓這個年八戰 做得不清楚 但是這件事開始來了 五月了 剛才新聞局長說了 還要派人去 要表達抗議 我是提起新聞局 每一年五月 在開這個火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社團 也好 那邊的立法師 跟我們台教的那邊 都是大量在那裡 這個世界有時候做一個抗議 那門口都是機啊機在空氣 這次我們就會去 你有空氣或沒有空氣 你看多少人會去折去折去折去 魯老師再請教 這是今天處於師父 其實各報都有 說美中要開戰略經濟對話會議 對 美國市的美國大家都知道 阿中是誰 中國 中國喔 不好意思喔 美國跟中國成為美中 美國跟台灣 我們是說美台 現在外交部現在都改了 不然我們就說中華民國 怎麼會美台 所以現在外交部 不講台 以前我們都外交外賓來的時候 電報都寫說訪台 訪台 現在要寫訪華 所以後來台灣跟美國就寫華媒 現在都寫 我跟你講 外交部現在連補貼 也補助半國際會議 以前都說美台 日台 什麼 他都要改 叫什麼 華 不然就是中 中國跟中國一樣 沒關係 他覺得對內 對外國際就不敢講 你知道中國的網站我去 他們也美國的參議員去中國 都會反華 是啊 我們也叫反華 是對一個華 所以這就是外交部 是聽命總統府在命令 就是說現在開土地的東西 這樣變 不是外交官 外交官不敢這樣做 由上而下交代下來 我是說 給美台不是最好嗎 是啊 台灣不好聽嗎 好 我要提醒一下外交部 巴拿馬被中國列為他的邦交國 你也還沒有去抗議 現在就知道 不是說 每一件事都要抗議 不是說每一件事都不抗議 巴拿馬被人家中國列為邦交國 巴拿馬是我們的邦交國 你有沒有去抗議 沒有耶 你說你不敢向中國抗議 我相信外交部沒有這個膽 要不然你去問一下巴拿馬說 這個情況你們巴拿馬要不要處理一下 我覺得這道理很簡單 如果2005年陳水扁做總統 說用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這個民意區參加國際組織 參加WHO 不要說國民黨 我第一次就沒放他 民進黨就沒放他 你再說 你沒放他 國民黨就走 對啊 所以不要聽葉金川的亂不散 不然你隨便舉一個 而且中國會開記者會 對 你隨便舉一個國際組織說 台灣派出來的正式官方代表 是接受台灣省 中國台灣省去參加的 你隨便舉出來一個 洪毅你剛剛拿那個地圖很有意思 WHO那個地圖不是今天才有的 我記得當時在新流感疫情流行的時候 我們討論過一次 對 2009年葉金川去 古年是楊智良去 今年應該是邱文達去 對 請問葉金川楊智良 你們花了500萬美金 買到5分鐘發言時間 有沒有針對這個地圖抗議過 這個地圖不是今天才有 不要跟我講說 你看報紙才知道 這個地圖一直都存在 WHO的網站裡面 你們在5分鐘 要再抗議嗎 再交5000萬美金 那如果說 再交5000萬美金 可以為這個事情抗議 我同意 再交5000萬沒關係 你們有兩次很寶貴的 照沈旅宣說話說 很寶貴的15次的發言機會 請問有哪一次 你們針對這個地圖抗議過 所以不要講抗議 那騙人的 不是 等一下說的是笑話 但是還是要講一下 如果民進黨時代就用 台灣是中國的Eason去加入 還要你馬英九去跟人家談 陳丁斯台北 對 這就是有簡單的道理 而且還要談一年 佈局一年 如果說笑話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政府就是 這個政府 其實國民總統要宣傳 民進黨主張統一 我說一下 這個政府真的 這個馬政府真的騙死人 那我請教徐老師 就是說這件事情 世界衛生組織這件事情 被馬總統宣傳為政績 可是這次被拆穿 對他的選票影響多大 所以今天要滅火 昨天沈旅行那個態度是高到怎樣 你們要感謝這個政府 感謝馬總統 你們現在摸到門邊了 這今天為什麼要去舉權說 我要抗議 為什麼要有沒抗 因為洪議這影響到選票 他一直在講他外交修兵 他有活路外交 這是活路 活路外交一拆穿什麼 中國台灣省 洪議員我前面講過 如果要用中國台灣省 我們來當總統都可以 這叫什麼就磕頭 看誰磕得響 就讓你進去 馬英九磕得響 洪議員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馬英九要選舉 你不要再說 我這個保衛台灣主權 保衛中華民國主權 我什麼活路外 我走出去 你走出去是用這種方式走出去 洪議員事情還沒完沒了 邱文達去 我們就看好了 你怎麼抗議 馬英九你怎麼抗議 你怎麼回應 你這個政府怎麼做 我覺得這才是檢驗的時刻 是 我想讓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政府的心態 我總是說總統的心態最重要 你看沈雨昕的答覆 那種災失那種拔覆的情形 會不會是總統下令之後 隨改變 這就是現在看到整個政府的心態 就是出在詐騙集團的共犯 每一個就出在詐騙集團 這樣 我剛才馬上還說 兩千塊五年 民進黨就是一聲 入台灣中國一聲 這實在是笑話 所以我覺得這是 所以我坦白說坦白很認同 台北有一個呂小姐的口音 他說跟我們放 放這個消息 就像黃海琳 維台的這些留學生一樣 我也要剛才回應一個來賓的口音 說 可能我剛才說他口誤 我們是說關門的處理方式 處理得不好 我們說這些留學生是維台有勇氣的 但是說他可能是口誤 這個要跟他講 跟他講這個 這個協議 最後一條 對不起 最後第二條叫 如果被問到回應原則 又教你怎麼回應 中國台灣省在世衛組織的地位 從未改變 以世衛大會二十五之一號 結議為基礎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省 不是世界衛生條例的議員 不好意思 我怎麼會這樣 這就是要去留家 印度政府 統議的 現在去加這個問題 如果要怎麼回應的時候 你來講 說是什麼原因 我們說就不算 真體貼 這是寫給馬政府幹 洪宇我們說就不算 如果當水閉那時候 如果成人台灣是中國一省 你不坐那麼多 中國也不坐那麼多 對… 應該滅後自動消費 那條後面應該說 民進黨也有同意 好… 又被你的教材是否則